货币正夯进城强盗集团的诱饵 台中市警方破获了一个强盗集团 主行在国外利用通讯软体指挥在国内的成员 透过虚拟货币仲介商假装要买虚拟货币 没何买家诱骗交易的时候再强取现金 就一名被害人提着900万的现金准备交易 却遭到对方洗劫 警方事后以车追人前往一处汽车旅馆歹人 而其中一名嫌犯当时正悠哉的在泡澡 结果狼狈被逮 警方掌握嫌犯藏力地点客枪实弹 盾牌防护衣全副武装 趁嫌犯没有防备之际突击歹人 其中一名嫌犯原本轻松的在按摩浴缸内泡澡 大批远警突然冲了进来 全裸背带尴尬又狼狈 其余嫌犯也都措手不及乖乖就范 旗下六名成员陆续被逮捕 警方趁着主嫌从国外返国 再将主嫌一举查期盗案 调查发现这个强盗集团的主嫌 在国外透过通讯软体 指挥国内成员犯案 以假交易的方式趁机强盗 日前就有被害人 首提九百万元现金 准备购买虚拟货币 却惨遭涉举洗劫 在网路论均洋专要贩卖开打并 自买家前来交易时 抢取其身上现金 警方接货报案之后 透过建制的监视器画面 以车追人 同时追回不乏所得 约六十万元 以及三款所购买的一辆兵士车 全案一强盗最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同时呼吁民众 切勿轻信网路讯息 进行交易 以免吃亏上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